大家好 過去這個星期港股還未脫離上落市的格局 其實維持在五十天至八天的位置波動 波動區間越收越窄 現階段市場方面都在等會否有新消息進行刺激 當然美股方面市場氣氛差一點 因為拜登建議提高資本增值稅 但這一點反而有利亞洲區股市炒作的味道 波動區間的行指暫時維持在五十天至一百天 現在來說 速度是兩萬八千四至兩萬九千二附近 現在三個零收窄 其實都準備到五月份的時候 開始有機會進行爆邊 但當然現時來說 市底暫時又不是相當弱 既望著 其實在資金 希望留入亞洲區股市 帶來一定的支持幫助 尤其是接下來是一些叫季度業績的表現 因為始終去年 內地方面當然第一季的環球星 上年第一季都有比較明顯的一個衝擊 因為疫情情況下 但其實見到近期很多的支持業績 其實第一季都是交出一個不錯的成績表 若是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都有機會幫行指做好一點 而板塊上當然 下星期大家可能都會部署五一黃金周相關股份 但其實二來二可能只是一個比較短線 可能五一之後 炒作的味道會消散 反而近期來說一些叫生物製藥股份 或者一些叫二線的一些科技股份 其實表現都算是相當之不錯 可能藉著內地方面反壟斷的問題 一些叫一線的一些大型科技股 其實炒作的能力可能暫時來說是沒有那麼強 反而資金就投放回一些叫二線的一些叫科技股份身上 這一點可能都令到市場氣氛 都會繼續變得是炒股不炒市 但始終接下來 市場當然的成交是縮減了 但維持也有千多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阻力位是29,300 希望在中美可能在全球氣候峰會過後 其實希望發放得更加多的消息 而相關一些叫新能源的相關股份 已經在全球氣候峰會之後開始炒作 所以新能源或者電動車相關的股份 其實都有機會繼續排名大市 隨便來個遊戲 隨便來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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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會吃 在旁邊 nodes